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 丹斯里阿战巴基今天指出 拥有很多工程和商业交易的先进周数 很容易出现贪污腐败的问题 例如槟城、柔佛、吉隆坡以及雪兰娥 当中又以槟城的情况最为严重 从2019年至今 反贪会接获了多达919宗涉及贪污的投诉 反贪会首席专员阿战巴基点名 槟城、柔佛、吉隆坡及雪兰娥 这几个州数和联邦直辖区 有很多工程和商业交易 因此很容易出现贪污腐败的问题 当中又以槟州公务员收费 滥权和虚假申报的情况最令人担忧 阿战巴基指出 根据反贪会统计 从2019年至今 接获多达919宗涉及种种贪污罪行的投诉 他说 宾州公务员经常犯下的两项罪行是收贿和滥权 根据统计 反贪会在宾州接获了312项收贿 以及147项滥权的情报 阿战巴基今天在 姆天拉FM及宾州国营电台RTM联办的 《关注贪污访谈》节目中解释说 比如在发放工作合约方面把合约发给家族或拥有血缘关系的人士就是涉及滥用职位牟利的罪行 还有没有执行相关工作的人士却又提出虚假申报导致有关当局蒙受严重的损失 因此阿战巴基促行各局局长监督行政方面及拥有决策权的官员 而反贪会会把公务员设为首要监督及调查的目标群体 因为他们是国内级一个州属的行政脉搏 其实判评出去就把卖会发光的 我还是都知如何 自己给人来做卖会 能不能购乱 因为这些人